黎智英案終於審了 延遲了一年 很多話說的 幾乎所有KOL 所有媒體 都在討論黎智英案 一開始 其實這兩天還是不停有新聞的 包括加拿大的傳媒呼籲 一個加拿大在公審法院 工作的法官要求他辭職 麥加林 因為審黎智英簡直毀滅了香港的一國兩制 但是麥加林是前加拿大最高法院首席的大法官 做兼職來香港 我相信他雖然飽受抨擊 但是可能暫時他還沒想運這趟燭水辭職 當然有澳洲前一些比較資深的法官 肯來香港做中審法院的非常暗法官 出奇地在這個風雨飄搖的時刻 當年李柱銘等 提議在《基本法》上加入這個 反而現在成為中共 賴以表示他們香港的法治還可以在國際上立足 又有國際級的法官 但是我很擔憂 隨著你這件案 黎智英的案件的審判 一直延續下去的時候 更多的事件顯示出來 更多的事實顯示出來 包括這個政治審訊 基本上是我們的定性 而漸漸都是國際的定性 你看看 開手這兩天 其實香港故事人是熱的 整個國際媒體都是熱的 因為一個很典型的一個形象的人 黎智英 就是白手天家 是不是 他是一個維護言論自由的人 在香港辦報 因為辦報鼓吹民主 結果被指控是幕後黑手 又是英美的 特別是美國的代理人 英國 因為他是英國國籍 他拿了英國國籍 所以英國也脫不了身 英美都要出聲 維護黎智英的時候 其他五眼聯盟好 英聯邦國家好 以至歐盟好 我相信呢 就會隨著這件案的一路延續 幾個月裡面 是會不斷被提升的熱度的 現在一開始 幾天就已經看到鋪天蓋地 香港的範圍裡面 我們都看到 無論香港的媒體 或者已經離去了的自媒體 是不是 或者小媒體 關心香港的媒體 不過已經去了台灣 或者已經外在外 建立陣地 繼續關注香港的媒體 那就相當熱鬧一回事 但是 你可以看到 中共那個態度似乎是非常之強硬 和僵化了 當然了 現在 到目前為止 西方定的調 這個是政治審判 他完全不理你 說這些我們國家安全 提升什麼什麼 甚至不等你審了 他認為你審已經是一個政治決定 而且根據黎崇恩說 根本的決定 結果已經定了 未開審已經定了 這個當然是完全質疑你 基本上還有沒有私話獨立這回事 整個審訊過程會變成一場鬧劇 這個不會是一個無論是對中共 對香港好的事 但是這個是必然的發展 我看到還有一個大的趨勢 基本上他不是在審判黎智英個人或者個人有沒有牽涉 在2019年的事件 是不是他是幕後黑手總指揮 你要把兩件事拉上關係 而是因為這樣 就認為黎智英就是最敷化首 引致一場動亂了 是不是?香港的動亂了 從而影響到香港的安定了 所以他要在北京的立場 北京的論述也是嘗試把這件事拉在一起 在香港有沒有人回應呢? 你可以看到香港人是不是已經在這幾年裡面 感覺到北京出手解決了一個大問題 以後就愛國者治港 還在這樣的環境重新定現著一個兩者 大家就很開心在這裡安居樂業 繼續發展這樣 這個我相信我都不長氣了 因為大家無數的評論 很自實是殘酷的 就是香港的國雲 香港的國雲一直走下坡 中國的國雲這幾年都不好過了 是不是? 總之大家都不好過了 越來越差了 被針對了 特別是黎智英我一開審 我的直覺就是等了幾年 美國是逃避的 香港的問題 香港的人權一直惡化 他是逃避的 是不是? 包括所有47個香港的政客好 議員好 民主派人士 全部被起訴 說想顛覆國家 這樣 這個當然是歡迎嚴重 現在已經完了審判 但是好像沒有結果 最新的情況就是美國的議員就說 你開始審黎智英就應該制裁這些法官和檢察官 即是法官和檢察官 你審已經是 我相信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暫時就未到這一步 因為是議員提出而已 政府的態度就未夠強硬 但是也都已經表态了 是不是? 英國一直都 我們其實不太過 原來 我以為他是美國代理人 黎智英 原來他也是英國的代理人 因為他有英席 在開審前也都表态了 英國是會跟隨美國的外交政策 這個我們大約都知道 所以美國如果真的發動西方的盟友 和歐盟在黎智英的審判裡面強硬表態 那個壓力我相信是老共開頭沒有太預料到 我都很意外 這個就是冷戰了 會不會因為黎智英 而觸發新的中美之間的冷戰呢? 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一個看法 因為其他的法律上的事情 還有一段時間講 我都講了很多條片 是不是? 這條片裡面就是說 中美關係本來就已經不好的了 不好之餘又鬥而不破 而且在近來來說 是不是? 甚至在國際事務上 中美又要對立 是不是? 又要鬥爭 是不是? 在其他方面也是 最近就在南海 菲律賓的黃岩島那裡又有衝突 中非有這個協防條約 是不是? 那台灣大選也都迫近 是不是? 是不是? 是否台灣是繼續這個 由民進黨執政呢? 這個都是一個大的影響 那這些這麼多事的時候 黎智英安開審 是不是? 那各方的期待呢 都是藍然不切的 北京就會堅持 是不是? 那華信電郵報講呢 基本上黎智英會被長期監禁 即是等於終身監禁 可能人道理由他不死前放他 但是呢 就等同要將他終身監禁 因為他的年紀已經不小了 76歲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呢 就更加增加了那個悲情 是不是? 那麼我們看回頭 整件事呢 就有點莫名其妙的 因為黎智英呢 就是 港版國安法通過之後呢 雖然他是 我們都知道他是大老闆來的 就是民主派的大老闆背後 大老 但是呢 他似乎這麼多十年來都是一個 進入一個我們叫untouchable的人 大家都明白的人 這個這樣的遊戲呢 一個前規則呢 就是他是美國在香港的總代理呢 是吧 我們現在應該坦白些承認 在歷史裡面二十幾年來 他都是的了 而呢 所有 除了發動一些媒體去攻擊他 特別是東方日報 輿論先啦 始終都是只是輿論先啦 當然啦 當然啦 現在就因為2019年的事件呢 就將一切 覺得他是 我只能夠這麼說啦 不是都要當他是這樣的 因為 你在老共來講 怎麼解釋2019年 在他眼皮底下的香港 是有這麼大的顏色革命 那麼 我們在香港的人呢 往往的感覺 看法又不同的 是吧 我只能夠講我的看法啦 那麼 我覺得是香港有深層次的因素 是吧 我們的社會矛盾 還有爭了民主幾十年來 終歸是有個了斷了 一定要 那麼香港人突然肯起爐 再加上送中條例 對於中共那隻手一路失入香港的恐懼 所以有2019年的大規模的抗爭運動 而這個抗爭運動 其實 那個主角依然是香港人來的 怎麼算都是 當然啦 黎智英是香港人來的嘛 所以他在這件事上面呢 扮演了角色 那麼這個我們都不需要回應 他的媒體啊 他個人 方方面面都是 但是是不是你就要政治追究他這個責任呢 那麼在中共的角度呢 當然似乎是必然的了 那麼在這幾年下來呢 他都追究了很多人 很多人就因此而什麼呢 那麼他一路路收緊香港的一般人的自由呢 最近是要開始把他的手伸向海外 海外的香港人 都要什麼呢 是吧 那麼這個是對香港的一個極大的破壞 那麼我們這件香港的國運是一路走下坡 整個經濟的各樣 是吧 而老共似乎就沒有收手的打算 但是會不會因為黎智英的事件去到另一個轉捩點呢 香港人一般來說就沒有什麼辦法了 認命啦 那有能力的就移民啦 這幾年我們的論調都所謂頗為悲觀啦 因為我們都覺得如果英美西方世界 自由世界 民主世界 是香港的大後盾 是不是 大後方 那麼其實這些後盾是應該有所作為的 是不是 即是沒有幫過我們 我們就一直給老共 一路有論 香港的人權 自由 一路是這麼踩進來 一刀一刀劈下來 連曾教授的說法 劈到什麼都沒得剩 是吧 連那個小小區議會的小小民意代表 一席半席都沒有了 是吧 這個香港的形勢 我們只能夠悲嘆的 那你嘆得多嘆就開始不滿意了 是吧 那我們的大哥去了哪裡呢 大哥你都說一聲 幫我口 幫我手 除了說一聲 我Stand with Hong Kong 這個布林肯 整天每次一有事就說 我們與香港人暫宰起 我都悶的了其實 但是這次會不會一個大的轉捩點呢 可能會的 為什麼呢 有時候就很難說的 是吧 就是一件事刺激到整個西方世界 終於反彈 那黎智英的審判會不會刺激到它大反彈呢 現在開始見到這個勢頭了 那個大反彈是怎麼樣呢? 就會全力升級了 對中共的制裁 我們講了很久了 現在美國的議員看不下去了 那個時間也相當不好 因為進入大選年 那麼拜登政府不不得強硬 美國議員做了很多事情 近來已經是很多壓力的了 例如又結束了你那些經貿板 在美國的 或者是將你列為敵對國家 這些姿態是做足的了 但是似乎呢 似乎北京老共呢 習近平呢 沒有退讓的打算 而按原定計劃 繼續要審這批政治犯 那當然啦 我們都不是很預計這個47人有什麼好結果了 但是黎智英是另一件大案開始了 除了之外 可能就是支聯會 支聯會都是悲觀啦 不用說啦 是吧 顛覆 結束一黨專程顛覆 那它很容易就會告得進了 那麼我們很瞎探 就是那些法官呢 為什麼都不維護這些我們的人權呢 就是惡法你總有個態度呢 誇憤的態度 但是看來那些官呢 就很技術的 就是很技術的 惡法都是法 我們照跟遮這樣 而他們很容易就如目運輸啦 說這個西方都有國安法的 那麼這裡都有遮的 西方都有政治犯 不多的 真的 真的不多的 你說英美有沒有香港的黎智英 你舉個給我聽 是吧 就是民主國家反抬都像 是吧 人民反抬 香港人很想反抬都不知道怎麼反的嘛 所以大眼睛光 好了 那麼這件事情呢 就是會成為一個轉捏點的 我覺得 就是說西方世界是不是繼續容忍香港 就是這樣惡化下去呢 這樣 過去那幾年香港人的人權自由呢 就是中共是撤香腸的 一路撤一路撤的 政治權利都是啦 搞到一個似的議員都沒有啦 區議員都沒有啦 那麼不可能更差的啦 就是在香港人來說 留下的是因為不想走的 就是好像我那樣 是不想走 宿命那樣 是吧 靜漢的世界變化 但是世界是會變的 變了沒有的 我看是遲草的事情 而可能這根稻草就由黎智英去打破了 是吧 首先就可能會大規模制裁這些官 檢察官 在我們過去那幾年看見就是很生氣的 我們嘗試用道理去說 似乎沒有人理我們 大家好像這個邏輯道理是藍言不切 大家各有一套想法 我都同意這個世界 政治有時只是力量對比的表現 人微現輕這樣講普通的人 讀多少書 講得挺好的道理 沒有人理你 不理你就不理你 但是美國有條件 如果它一發動呢 就跟著西方 那的確 因為黎智英的事件突然間西方的態度強硬了很多 那會不會構成一個新的冷戰的觸發點呢 所有戰爭包括冷戰 熱戰就不會了 香港沒有熱戰的條件 台灣可能有熱戰的引發點 香港會不會是冷戰的引發點呢 而冷戰為什麼剛剛這麼久了 就在黎智英這次引發了呢 如果美國真的制裁或者英國又跟著美國制裁 北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反制裁 那就是開始冷戰 如果因此觸發其他地方層層加碼呢 這個現象呢 大家其實都不願意看到的 大家可不可以理性一些 合理一些做事呢 那看來就不可以了 那這個我都開始覺得是悲觀的 當然我們一直期待呢 就是對待黎智英這件事呢 首先見到他開始是走向和解 走向理性一些北京這方面 但是看來就剛剛相反 習近平似乎堅持他的道路 一定要打擊這批他心目中英美代理人這樣的角色 那是不是英美代理人呢 是不是值得他這樣打壓呢 他是有他的合理性呢 我想留回歷史去判斷 我現在判斷我當然覺得是癖的 但是可能我錯也不行 但是歷史可能就說 因為這件事呢 19年的送中事件 引致這個香港的民主代表被關押 然後不合理地關了三年就起訴了 然後呢 引起輝荒世界一個激烈的反應 然後引發一場西方圍堵中國 杯葛中國的冷戰 那這個冷戰可能由黎智英開始 會不會是這樣呢 那我也不知道 其實我很少說話是沒有答案的 今集這條片就沒有答案了 大家思考一下這個可能性 好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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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